美國民主黨人主導的國會眾議院 星期二夜晚已壓倒多數通過一項 400億美元規模龐大的援助瓦克蘭法案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在議案通過後說 瓦克蘭人民勇敢反抗普京的非法入侵 並且鼓舞了全世界 因為有了這整套追加援助措施 美國人民提供的更多幫助正在上路 但多數共和黨人也投了贊成票 預計一項類似的法案將會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兩院協調後的最終版本預計很快會獲得通過 並且提交總統簽字 自從俄羅斯軍隊2月24日入侵瓦克蘭以來 美國雖然不向瓦克蘭派兵 但一直加大援助幫助瓦克蘭抵抗入侵 拜登總統上個月底要求國會 批准追加330億美元對瓦克蘭的援助 而國會就決定提供更多金額的軍事和人道援助 對瓦克蘭派兵 裏詞 LC溫 GORDON 感谢观看